一起聊健康 天天要健康 大家好 我是益君 又到了每周二晚上 一起關心你我健康的時候囉 今天的題目真的非常的重要啊 尤其對所有男性跟女性 現在少子化的年代 如何正確的避孕以及住孕 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問題 所以現在身旁 趕快跟你的男女朋友一起看 夫妻一定要一起看 這一集我們要教大家 如何正確的住孕以及避孕 尤其大家知道嗎 在台灣平均每一年會吃掉 5萬顆的避孕藥 而且根據調查喔 台灣的女性 從20歲到44歲 墮胎率竟然高達3成喔 這樣數字可能聽起來沒什麼 但是你知道嗎 高達3成的機率 這樣子是比性開放 性觀念比較開放的法國 竟然還要高出6倍非常驚人 所以避孕這件事情 就非常的重要 但是你知道嗎 錯誤的避孕 竟然還會提增加中風的風險喔 所以這一集我們真的要教大家 如何正確的避孕以及住孕 一定要深入的了解 所以今天呢我們來到萬芳醫院 我們請來張宇琦張醫師來到我們現場 嗨大家好 我是萬芳醫院婦產科張宇琦醫師 張醫師剛才跟我們講了非常多 就是奇形怪狀的案子喔 因為真的我們在懷孕以及避孕的時候 男生女生都會遇到非常多的問題 在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包括年紀啊 如何避孕如何住孕 這些事情都會有非常多 欸我們可能沒有聽過 但是也是錯誤的一些觀念 等一下就會告訴大家 那首先講到避孕啊非常重要 剛才講到哇台灣的這個墮胎率 竟然這麼的高 人口比人家少 啊墮胎率比人家高這麼多 排名前幾名的喔 全世界排名 那到底張醫師自己常聽到一些 一些比較常見的一些避孕的方式 有哪一些呢 一般我們女生避孕的方式 除了吃口服避孕藥 或者是裝子宮內避孕器 那男生方面的話 一般就是用保險套 那因為台灣目前沒有一個叫做 避孕的貼片 所以你常聽到避孕貼片 避孕有貼片 在國外才有 可是我們台灣沒有 那另外就是植入性的 植入性的這個手臂上植入一個避孕器 我們台灣目前也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在有效的避孕 女生的有效的避孕方式 我會建議是 口服規則的服用口服避孕藥 以及使用子宮內避孕器 作為來避孕的效果 剛才還有提到一個叫什麼避孕環 喔對 這個還有一個避孕環 我這事前沒有聽過耶 對 現在避孕環是從 其實在歐美國家齁 都有在用這個 就叫Nomary 那這個避孕環是一個月 一個環 自己在MC結束後 植入到我們的陰道裡面的 這個子宮頸的位置 當這個28天之後 你可以移出來 它MC就會來了 對 這是有效的一個避孕效果 真的沒有聽過耶 所以它是 它不會說在裡面迷失自己 找不到這樣子嗎 基本上它就像 男生的避孕 男生的那個保險套的外面那個環一樣 但是它是裡面含有一些雌激素跟黃體素的作用效果 喔 去抑制那個排卵的 對抑制排卵的動作 對 所以要拿出來是有 其實就像棉條 要用手伸去把它拿出來 意思是可以 也是可以 但是大家不會擔心說 在做事的做 性案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被它 其實性案要掉了 你可以拿起來用生理水 你沖完再把它馬上再植進去 就可以了 再植進去 這也是很常見的方式 是不是 目前我的臨床上病人也有 這樣的需求有在用 真的是第一次聽到避孕環的東西 避孕環 所以如果真的有避孕需求 可以去詢問一下 對 那除了剛才聽到的一些比較常見 然後比較正確的一些方式 你是不是有沒有聽過一些很瞎的 就是真的是迷思啊 大家以為這樣子可以避孕 但其實無法 真的有很多那種 比如說現在那個 簡訊席裡面 大家傳來傳去的 都是錯誤的方式 比較下次聽到可樂醬油 清洗這樣也可以 真的有聽過人家這樣說 這坊間我比較有聽到的就是可樂 真的有 因為可樂比較便宜吧 隨手 跟人家刺激 隨手那個販賣機一頭就有飲料了 醬油沙威龍熱水 其實這個比較沒有聽過 不過這樣的迷思是 這個錯誤 這完全沒有辦法達到一個避孕的效果 是 然後還有女生說 真的有聽過啦 說女生完事之後 趕快多排尿啊 然後趕快跳一跳 說好像把金蟲抖出來這樣子 對 其實金蟲齁 男生金蟲活動力非常的旺盛 只要進入女生的陰道裡面 到達子宮頸裡面 如果剛好女生遇到排卵期的時候 然後跑到疏軟館的時候 兩個就會碰面啦 碰面完之後 所以不管你怎麼抖都沒有用 對 所以那個速度趕不上 趕不上 你跳的速度 然後另外還有說 高溫殺菌的那個觀念是不是 說讓男性下體接近比較熱的地方 其實我們知道男生如果處在高溫之下 私密處處處在高溫之下 他的金蟲活動力會比較差 但是他不至於會殺死啊 他不至於會殺精啊 因為我們通常保險套裡面 才有殺精液的作用 喔 所以這個 這個微波殺精 其實效果應該是沒有的 也是見仁見智吧 有些人很強 就算你把他前端殺死了 把他熱暈了 他可能後段還是 後段活力很好 對活力還是很旺盛啊 對不對 尤其年輕的男生 這應該沒有用的吧 對 這完全沒有逼的效果 那你看台灣有這麼多廚師 對不對 鐵板燒 煮東西 煮東西 或者是在高溫下工作的 建築的 或是騎自動車有沒有 前面的溫度也很高 真的 這個也算是 也是在烤耶這樣子 對 但是你看全台灣騎摩托的男性這麼的多 但是也沒有聽說 生日率有下降這樣子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這要看年齡啦 這要看年齡 跟年齡比較有關係 有關係 然後再來還有說 計算這個安全期 很多人都這樣子 其實女生如果 即使你MC週期規則 它有分長的跟短的 短月跟小 大月跟小月 還有再加上你的生活作息 還有你的壓力 還有你的時空 也許今天是在台灣 明天你可能在美國 在英國 所以那個時差 生理時鐘也會變嗎 對也會變 所以計算安全期 其實避孕的效果 並沒有百分之百 絕對沒有百分之百 對 還是要視身體狀況而定 對 還有說體外射精喔 就是說男生不要射在裡面 對 射在體外這樣子 這個也是OK 因為就是說 沒有精蟲就沒有懷孕嗎 其實不對啊 男生只要有濕潤度出來 碰到女生的外面的內褲濕潤度 其實他還是有辦法 透過濕潤慢慢的爬進去 其實他的活動力非常的快 喔 所以沒有說一定要射精這個動作 男生才有辦法輸出他的軟 他的精子 對 所以可能在他還沒有射精之前 就已經有人偷跑了 都偷跑了 有這麼旺盛的這樣子 對 我在臨床上還有遇過 就是他們是一對夫妻 可是媽媽 那個太太肚子痛來的 結果呢 我們在子宮腔看 都沒有看到任何的胚胎 結果你知道他的中獎在哪裡嗎 卵巢 在卵巢 就想想看那個精蟲 非常的快 跑到直接 他一排卵 蟲就來了 所以他的濁床是濁在 卵巢上面 所以他直達他的目的地 對 他是直達到目的地 所以這個 在我臨床上 一年至少會遇到一個 一個 所以不要嚇一跳 反而這個媽媽 人家說子宮外衣子宮外衣 子宮外衣 他還可以遇到 只要沒有著床 在子宮腔內 叫子宮外衣 子宮到卵巢裡面 也叫子宮外衣 所以那時候 就內出血 緊急去開腹腔筋的手術 把他的受精卵胚胎 把他取出來 但這個媽媽的疏軟感是好的 也是可以懷孕的 所以真的不要以為說 我沒有射精這個動作 就不會 還是有風險的 這打破很多人迷思 因為真的很像很多人 都會這樣子認為 那醫師自己 有沒有聽過一些很瞎的 比如說來詢問你的 或者說醫師不是有常去 跟年輕人演講 有沒有分享一些 你自己聽到 你覺得很瞎的迷思 避孕其實我在大學 在學校裡面 大學做那個 兩性的避孕的演講裡面 就在影片裡面都會呈現說 其實為了要保護女生 男生也要愛惜他的伴侶 所以男生我們通常 就會建議使用保險套 第一個可以預防避孕 第二個可以預防性傳染疾病 那同時避孕器 那個保險套裡面 還有殺菌的作用 那女生也要愛護自己 所以如果你有性行為之後 記得要 其實都要看完婦產科之後 再決定 你讓醫師去決定 你要吃哪一種的 荷爾蒙的口服避孕藥 來規則的吃 而不要當MC 或者是結束之後 又發生性行為 每一個性行為完之後 再吃口服事後避孕藥 其實這個錯誤的 這是錯誤 口服事後避孕藥 其實它是高濃度的黃體素 會讓你有一些副作用出來 頭暈頭痛 下腹痛 不正常的初選 你會更緊張 所以雙重避孕效果是最好的 但是很多女生 光是我自己身旁的朋友 很多人都說 欸他們覺得 懷孕本來就沒有這麼容易 有些人這樣認為 然後就覺得說 避孕這件事情 好像也沒有這麼必要 因為他們覺得 避孕會不會影響到之後 我懷孕的機率 很多女生擔心的就是這個 其實重點都在年齡 對不對 都在年齡 年輕的女生 像大學畢業後 這一段期間到30歲以前 其實她的生育能力 她的卵巢功能是非常的好 是 到了34歲 我們叫做高齡產婦 那高齡產婦 其實她的有效的卵 要分化出 分化出跟精蟲結合形成胚胎 其實她的那個 quality沒有這麼好 所以你說 避孕跟受孕 其實拿捏在於那個女生的age 跟年齡比較有關係 跟年齡有關係 所以就算說年輕的女生 假如說是我自己好了 現在28歲 那如果說我一直長期的吃 口服避孕藥 對 那我停了之後 我會說我懷孕的機率 可能會比我不吃的時候還要 立馬停完 下個週期MC就會正常 其實正常 跟一般沒有吃避孕藥的 的那個受孕能力是一樣的 所以吃那個藥 本身並不會傷害到說 你子宮的功能 不會 很多人擔心的就是這個 不會不會不會 或是說放子那個 子宮內避孕器 會影響到之後懷孕的機率 是完全不會的 不會不會 避孕器其實拿掉之後 下一次週期之後 規則來 它是正常有排卵的 對 我們放避孕器最怕的就是感染 喔 反而感染讓你精蟲 跑不到你該到的地方 是 對形成一個發炎反應 所以精蟲跟卵子接觸 其實即使著床 它還是abortion掉 流產掉 欸我看到有 也有醫師講說 有一個觀念啦 是說很多女生可能會擔心 比如說傷身啊 或是影響懷孕啊 然後就不避孕 然後可是不避孕 你真的不小心中獎了 墮胎的那個風險 比你不避孕還要嚴重 所以基本上正確避孕是很重要的 對 其實我們知道 你只要一懷孕 又不想要這個小孩 第一個不是吃RU486嗎 不然就是刮內膜 刮少處 那我們通常刮內膜完 你知道內膜被刮掉之後 它下一次它有可能會沾黏 是 甚至你的內膜會越來越薄 下肢要著床受孕 你沒有本錢的 你那個著床的內膜 它的胚胎沒有辦法種上去 胚胎沒有辦法種上去 它根本就很容易就在流掉了 對 所以說墮胎才會影響到你之後 生育的機率 對 跟你本身事前你在做這些避孕 是不會影響的 所以到底吃了口服避孕藥 會改變女生身體什麼東西啊 其實口服避孕藥 它是恆定的一個磁器素跟黃體素 我們為了要干擾它抑制排卵 然後使它的子宮內膜 讓它不要那麼成熟 讓它有著床的功能 接下來子宮頸內膜 子宮頸的黏液讓它黏稠 讓精蟲比較不容易 跑到疏軟管去跟卵子接觸 所以口服避孕藥它有三個好處 對 就是抑制排卵 然後讓它內膜 其實也可以做一個調筋的動作 讓它進 真的有人 真的聽過很多女生是說 吃避孕藥來調筋 吃避孕藥可以調筋 然後控制血量 可是有很多人說這是迷思 就是在你們專業醫師角度來看 這是OK的嗎 正常我們的口服避孕藥 是因為它叫恆定 就是它口服是低劑量在給你 你每天定時去服一顆 而你自己身體的荷爾蒙 也許是受到壓力 受到一些環境荷爾蒙 或者是情緒上或是睡眠不足 它的荷爾蒙會亂 再加上它不排卵 有時候來MC 就來一點點很少 不然就是有的是血崩 來得很多 來得很痛 如果一切都沒有問題 我們會先用口服避孕藥去調筋 年輕的女生 所以醫師真的都會這麼做 會這樣做 所以很多女生擔心的是說 我不要避孕是因為我擔心印象我之後懷孕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對 正確的避孕反而更重要 對 正確的避孕是有效的 可是剛才有講到啊 說有些女生錯誤避孕 還會增加中風的風險 對 醫師自己有遇過說 真的是因為避孕中風的嗎 我手邊臨床上也是有的 真的有 我們知道吃口服避孕藥的先決條件 就是說它不能肥胖 BMI不能大於30 然後它不能有高血壓 年齡也不要大於35歲 其實我們知道34歲以上 六跟年齡有關了 對 從頭到尾女生的年齡很重要 對 34歲以上叫高齡產婦嘛 所以35歲 其實我們都逐漸賣入老化的血管 還有就是你有家族的高膽固醇 高凝固狀態的血液 其實我們都不會建議使用口服避孕藥 來做調筋或是做避孕的效果 那臨床上也遇過36歲的女生 36歲的女生 她為了調筋 又同時要避孕 又可以控制血量 她長期這樣吃了8年 所以之後呢 因為人不舒服 到了神經外科去求治 因為頭痛 突然眼睛看不到 上腹痛 就被診斷出 腦血管酸塞 那當然神經外科會怎麼婦產科 她這個藥需不需要繼續使用 還是要停掉呢 這在我們醫學觀念上 她的條件剛剛有講到 年齡太高齡了 然後再來她已經長期使用服用 而且她也許是高齡血狀態的一個族群的病人 所以我們在吃口不避孕藥的時候 必須要先尋問醫師 然後再炒個超音波看子宮內膜 有沒有異常 再來使用口不避孕藥 所以最主要還是年齡決定 35歲以上吃真的就有疑慮 剛剛你有看過說是35歲以下的 很年輕的吃了也是有這個疑慮 也是真的中風了嗎 這個比較低風險 為什麼我剛剛有講說家族 如果她是屬於高凝血狀況 或者她是屬於高膽固醇 高膽固醇低密肚子蛋白偏高 然後還有就是他obesity pump 那些的血管裡面都是非常的不好 因為有些周狀硬化啊 那我們知道口不避孕藥裡面 含有磁濟素和黃體素 那當磁濟素活化了之後 我們那個血管裡面的血栓會到處亂跑 跑到腦袋就中風 跑到心臟就心肌梗塞 那你自己有遇到自己的病患也是年紀輕輕 也是這樣的狀況嗎 比較少看到這樣的狀況 年紀輕的通常不願意吃比較多啦 可是我在臨床上年紀輕的通常就是 來墮胎的也不去 墮胎比較多 所以真的避孕很重要 但是醫師剛我們聊到不是說 有一個24歲的女性是不是也是因為 那個24歲女性是因為產後嘛 她23歲就懷孕了 所以24歲生baby了 那我們知道產後會有秘乳激素嘛 秘乳激素高的話 比較不容易排卵嘛 可是呢當她MC 她還繼續餵母奶餵母奶 未到第三個月MC就來了 那來了MC之後一次來MC 第二次就不來了 她覺得奇怪怎麼第二個月不來MC 我們知道每個月都有規則MC 只要女生不來MC 第一個警覺會嚇一跳 就是懷孕了吧 懷孕了 年紀輕就要懷孕了 年紀大一點就要 我跟妳已經快到了 那這個女生呢 你看第一胎生完 前後才差到四個月左右 她懷孕了第二胎 所以年紀24歲準備要生第二胎速度也很快 前後才差不到一歲半 那也有遇過說年紀很長了 大概三十幾歲了就沒有辦法再懷孕的例子嗎 其實我們年齡的女生的年齡 就是很重要的是她的卵子 如果年齡大於34歲以上 她在抽一些羊水的時候 我們知道糖氏症 她的機率 Downscreen 她有兩百七十分之一的高風險 你是說 只要到了34歲以上 在懷孕的話 對 她要抽羊水 糖氏症有兩百七十分之一 會有中獎是糖氏症的寶寶 所以我們年齡越大 她其實風險越高 風險越高的話 其實生出雞胎啊 或者是發育過程當中 可能到了某個週數 她可能就提早生出來啊 早慘 其實媽媽的年齡是很重要的 是 剛才醫師有說 遇到也是36歲了 然後一直在調身體 結果也沒辦法 對對 剛剛我有提到 其實他們夫妻大概是35、6歲結婚 那結婚之後就想說 先調養身體 吃了一年的一些偏方藥物啊 那些偏方都很貴耶 一年吃了60萬 結果呢她想說 該來看婦產科 準備要來做生殖的這一部分 結果一驗血出來 一看她的AMH居然是0.2、0.3 她這個卵已經是屬於 叫早發性卵巢衰竭 因為她才36歲 幾乎已經沒了 幾乎沒有卵 應該準備要走更年期的路了 這麼早 結果呢 這個媽媽就最後選擇戒卵的動作 對 戒卵 因為她的卵已經沒有 沒有有效了 所以必須 台灣的戒卵是合法的 所以就是去買戒卵 去買人家的卵子 然後用先生的精蟲 形成配菜 植入到自己的子宮腔 懷孕生小孩 小孩也一個了 所以在台灣捐金是合法的啊 代理孕母才是不合法的 捐卵捐金都合法 捐蠻捐金 可是說代理孕母是不OK的 所以說現在很多女生比如說 我可能現在比如說經濟能力 或是覺得自己心理素質還沒有到達 比如說我現在是正適合懷孕的年紀 但是很多人現在晚婚嘛 對 不想要這麼早的話 所以建議還是說早一點 如果不能沒辦法這麼早的話 現在女生喔 在社會上其實意識都抬頭很高 對啊 其實年齡很重要 在你覺得你經濟能力可以的之下 你可以先把自己的卵子儲存起來 動卵起來 那動卵其實買你自己未來的希望 一線希望 有將來可能我40歲 我50歲 我子宮都還在 我都可以隨時植進去 那荷爾蒙不夠 我們額外再補充就夠了 其實不用擔心 你卵衰竭了 其實沒有效 只能借別人家卵 不然真的有差欸 就是說你用你現在28歲 正年輕的卵子 跟你之後30幾歲 在懷孕受精的時候 那個差非常多 不管是對寶寶來講 對 差非常多 還有基因學 對基因學 優生基因學 剛剛我講34歲以上 他生出了唐氏症寶寶 篩選大概270分之1嘛 28歲可能他可能是999 9999分之1 甚至2萬分之1的可能性 所以你寧可把自己的卵取出來 動起來 然後去衝你的事業 將來你哪一天遇到Mr.Right的時候 再把他取出來 再取出來 解凍後 再把他形成胚胎 再植入自己子宮腔 即使自己歲數已經達三四十歲 其實經濟能力有夠 你要生雙胞胎三胞胎都可以 這真的是打破大家的一個觀念 因為現在真的很多人 對這一件事情 還沒有這麼重視啊 對 尤其很多女生到了我這個年紀 剛好是懷孕最適合的年紀 身體最好 卵子最健康的時候 但是可能你還沒有這個打算啊 所以剛才講到就是說 先動卵這件事情 對女生來講非常重要 就像你28歲要動的卵 可能一次取出來可能二三十顆 如果你像我們現在 現在很流行的林志玲 記得她38歲才38歲 去取她的第一次的卵 取出來8顆9顆 你看這個歲數差很多吧 對 那你到了像林志玲現在44歲 想要生小孩 自己要生小孩 其實要努力一點 事實上有機會 但是機會沒有像28歲 隨便受孕就成功 是 除了受孕機率低之外 寶寶的那個基因可能也差很多 基因也差很多 我真的覺得就是為了寶寶的基因 為自己的未來的小孩 下一代的健康 希望他病變的機率 當然大家需要成熟健康的孩子 對 你也不希望說自己帶了一個很 有一個異常的寶寶的生活 陪伴你下輩子的日子 對 所以如何減少之後社會負擔 跟照顧的負擔 女生要有這個意識也是非常重要的 對 沒錯 真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觀念 真的嗎 真的 所以現在完全沒有聽過 因為我覺得好像怎麼樣多胎 還是怎麼樣 好像大家比較知道這個 卻不知道說要提前保護自己的卵子 把自己最青春的時候 對 先照顧好 沒錯 我們像都會買保險 你賺了錢會買儲蓄保險 對 會買健康保險 會買癌症保險 是 可是你有沒有買到自己的卵巢的保險 所以提早把它卵取出來 拿去培養自己好的下一代 對 優生基因學非常重要 這個一定要記起來 不管現在你是男生還是女生 對 男生一定要告訴自己的女朋友 你可能剛好現在28歲29歲 沒錯 討論一下 要不要為我們下一代著想 或者是30歲以前的女生 她想要捐卵也是可以 超過30以上 好重要 卵子銀行也不要你了 好重要喔 真的很重要 對很重要 那到底正確的避孕方式 剛才講到是很瞎的 到底要怎麼樣才是正確的 避免我們之後 你說要再多胎 對很傷身體 然後傷害身體 對 女生避孕方式 我們規則吃口服避孕藥 然後加上她的另外一個伴侶 要同時配戴保險套 其實雙重避孕之下 她可以過一個很幸福快樂的生活 這樣是最安全的 這是最安全的 兩方都要 對 那但是很多人是避孕 想著辦法避孕 因為好像很 想好像很容易 但是其實要懷孕這件事情 對很多人來講 也是非常困難的耶 對 對就是沒有這麼容易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來 增加懷孕的機率 我們增加懷孕率 其實跟年齡也有關係 跟年齡也有關係 剛剛一直在講 年齡齁 欸好年輕的 你說生完第一胎 馬上又懷孕的 對啊 二十幾歲 就像我一直在強調 只要二十出頭歲的女生 她十二個月 每個月都會來MC 大概有十個月都可以受孕 有十個月都可以 對 等到你到 對啊 你每一個幾乎都是在受孕期間 都stand by 經從進來形成一個pay time 那如果三十四歲以上 你想想看 你一年內沒有避孕 沒有懷孕 你是屬於高風險的不孕患者 是 一年內沒有避孕 也沒有懷孕 你是屬於高風險 那如果將來要生小孩的話 你還是提早準備 年齡是很重要的 那我們如何增加懷孕的機率 其實男女雙方都要有一個 健康的生活習慣 還有運動 不熬夜 不抽菸 不喝酒 不吃油炸物 其實好難喔 真的很難耶 就是靠意志力啦 沒有當你懷孕的時候 你要怎麼吃都可以吧 因為重獎之後再說吧 因為重獎之後再說吧 準備的時候 對 準備的時候 所以你剛才講到 最好的生活習慣 不只是讓自己身體健康 也讓你的下一代影響很大 對 這很重要 你不希望你養的下一代 來增加你的負擔吧 寧可不要生 所以你現在假如說 你現在生活習慣不好 你可能生出來孩子 也會影響到是不是 對 也會 也會啊 因為你沒有補充一些 像葉酸啊 或者是含鐵的東西啊 其實我們從食物中 都可以攝取的 男生可以吃一些心 還有維他命E 可以增加他的精蟲活動力 是 對 女生重點還是血液嘛 嗯 血紅素夠 然後 礦物質像 維他命 鈣 鋅 同盟 其實都很重要 對 補充營養成分 補充營養成分 然後還有看到 剛才講到增加受孕幾率 刑防姿勢 原來姿勢也會影響到啊 其實喔 其實姿勢 你只要年紀輕 然後軟脂成熟 然後精蟲活動力很好 其實你即使體外設計 也有可能會懷孕了 所以跟姿勢反而沒有什麼關係 只要有到就對了 有到達 碰到 兩個相遇到之後 真的 所以還是年齡啦 然後跟你的旺盛程度 跟姿勢的話 對 就是比較還好 這個大部分都會用在一些高齡 他想說可能先生精蟲不夠啊 然後是不是量不足啊 要怎麼樣留的比較順啊 可能會排個姿勢 讓他直接抵達這樣子 就是那個路線比較順暢 路線縮短 然後他可能 金蟲的活動力不好 所以要跑的位置 地理位置可能要縮短一點 這個也是真的有 對啊 你看看 我們金蟲如果從這邊射進去 如果年紀輕的 他是不是隨時不不不就跑到這裡 如果他射在這邊 他量很少 他跑 他少了一段距離了嘛 是 所以年齡長的話 可能才要稍微去琢磨一下這些 可能要問一下醫生 可能要問一下醫生 可是年紀輕的話 年紀大是因為他除了卵巢功能 還有他的有效的卵子 再加上金蟲的活動力 是不是比較差一點 其實會很多用不同的偏方 其實都是民俗說法 今天真的是知道了很多 真的是我們必須知道 但是本來還不知道的事情 那最後就說 除了女生自己啦 女生自己住孕 比如說好的生活習慣啊 對 這些都有影響 不要想說胚胎成型了 胎兒成型了 才去調身體 在還沒有的時候 調身體也會影響到 其實我們一般女生 就在臨床上有遇到 有些女生 喔 雞雞很想懷孕 可是她年紀很輕 結果她是什麼問題 舒染管不通 喔 你不通怎麼永遠到不了啊 喔 了解 所以還是要到婦產科做一個檢查 對 然後還有就是 你的卵巢的庫存量夠不夠 然後抽一些荷爾蒙來看 你是不是早發現卵巢衰竭 是 那寧可提早把卵拿出來 將來才有一線希望 那這是女生 那男生呢 男生有沒有說要怎麼樣 讓她的精寵比較旺盛 其實男生也是一樣 剛剛我們講 生活作息要正常 不酗酒 不抽菸 不喝酒 不吃油炸物 然後再來就是她避免高溫的地方 像炒飯啊 或者是起油豆瓣那種重力 還有就是減少她的泌尿道感染 所謂泌尿道感染 因為她的前列腺 或者是她有長期的精索 靜脈曲張 其實會影響她的精蟲的量數 跟活動力 欸 剛才講到避免高溫 我覺得給了很多男生 不下廚的藉口 不下廚的藉口 現在 就去外面吃嘛 增加情緒 她還要說老公我好累喔 你去煮好不好 你希望我精蟲減少嗎 你自己去 對不對 變成一個藉口 我真的教了大家 那下一句話 妳就說 那我們去外面吃 可以增加情緒 增加受育能力啊 也是也是 總是有應對的 對 那男生會受到年齡影響嗎 剛才講說 女生生育年紀 決定很多事情 男生呢 其實男生不會受到影響 因為男生她射精出來的 量大概2到7cc 她中期一升可以射到80升 80公升Litre 所以她每次一射出來大概有 三千萬到五千萬的精蟲數字 那我們知道精蟲少於兩千萬 只要一個男生精蟲少於兩千萬 我們叫做精少症 通常說 你今天有帶多少 我今天帶兩千萬 那就代表她精蟲是夠的 所以聽到男生講說到老還是一條龍 這是真的 還是有可能 我們在臨床上可以看得到 像前陣子我有一個病兒也是一樣 先生幾歲嗎 65歲 太太 30歲 對 因為她是二次婚姻的 對 65歲 她現在還在打胰島素 糖尿病患者在打胰島素 可是她這次自然受孕 你不會覺得很驚訝 為什麼 因為女生 30歲 也是 兩個 她女生也年輕 老婆30歲 老婆30歲 然後先生是糖尿病患者 剛剛有講到 像高血壓糖尿病患者 他們的射精能力跟她的 出來交貨的量是非常的少 但是遇到好的卵子 成熟的卵子 其實是可以收孕的 所以真的是兩方都決定了命運 對 一定的 這是配對的 真的 一方面是沒有辦法達成的 所以說就算她 就算剛才講到那個65歲的那個男性 假如說她遇到她老婆40歲 哇那可能就真的沒辦法了 那就很難了 可能就要做人工或做事館 那難怪郭台銘要娶這麼年輕的 終於知道為什麼了 你看還生了三個 對還生三個 所以真的男生沒有關係 最主要還是說男生主要要注意自己的身體健康 對運動 曬太陽 不要熬夜 所以年紀真的對女生來講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殺手 所以男生不要想說 啊我們晚一點再結婚沒有關係 哇 現在男生很自私齁 對啊 所以你知道你男生 你知道了吧 男生如果你晚一點結婚 你就是對自己的太太殘忍 對不對 對她自己未來可能 對啊 你自己可能未來的話 你說你自己下一代可能也會影響到 所以真的不只是影響你們兩個婚姻 對 你晚婚造成的結果真的也是 讓太太變高齡產婦 對 自己胎兒畸形的機率 或是說病變的機率也會增加 對 我們知道高齡生孩子 其實他風險非常的多 像潤成高血壓 潤成糖尿病 那一連串的一些 高危險的懷孕的可能都會產生 對 也是破壞媽媽身體的一些免疫系統 那所以要儘早懷孕 儘早生小孩 對你的將來的優生血 跟你將來要帶的小孩 也比較聰明一點吧 體力也是有差 媽媽體力很有差 哇 這一集節目真的非常精彩 除了教大家怎麼避孕 避孕真的很重要 因為剛才講到台灣 墮胎率真的是高啊 對 避孕很重要 還有助孕 有很多的這方面的知識 尤其像我們現在這個歲數的女孩子 真的不知道說原來我們現在青春的霸胎 這麼重要 喔 對不對 保留現在 對保留現在最好的一切 對 也是為你的以後鋪路 對 為你的下一代鋪路 真的這麼重要 完全沒有想 真的喔 因為現在真的是少子化 或者說高齡化 欸高齡化不是這樣用嗎 就是說晚婚啊 晚婚 大家越來越晚結婚了 不知道說原來影響這麼大 沒錯 當你年紀輕的時候 真的很重要 卵子把它取出來 你只要子宮存在 嗯 隨時都可以種進去受孕成功 是 只要有子宮 但是你的卵 當一老化 它要取出來 其實是量非常的少 是 甚至於它的 嗯 那個力線體開始分化的時候 可能到一半 哇 流產了 因為它沒有Energy了 嗯 所以風險也是很大的 沒錯 所以盡早 也不是說盡早懷孕啦 年齡很重要 對 年齡很重要 如果說你自己覺得說 欸 你28歲左右 欸 你覺得你經濟狀況 條件都OK了 欸 那真的可以好好打算了 如果你說欸 還不穩定 事實後做打算 欸 先把它取出來 取出來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對女生來講 我真的是學到一課了 回去好好討論一下 看到自己節目 其實動軟齁 只要單方面同意就可以 女生同意自己就可以了 但動軟是 我買我自己的軟嘛 把它儲存起來 是 我不需要我另一半 或者是先生 或者是男朋友同意 但是 因為有可能 我在取軟的時候 我還沒有另一半啊 對啊 對沒錯 如果你要把它弄成配它 一定要雙方同意 哦 了解 所以有些女生說 可是我又沒有男朋友 要為你的未來鋪路嗎 要買自己的健康 將來的孩子的著想 真的 28歲的軟 跟34歲左右的軟 真的對你實在在 差很多 非常多 一定要做好準備 這個講了很多 是因為真的太重要了 對 我們真的不希望 增加以後社會的負擔 對 跟你自己也會希望說 有健健康康的孩子 這幾個節目真的好重要 沒錯 看完節目之後 除了討論如何正確避孕 還有趕快為未來做打算 祝孕 非常的重要 今天節目非常精彩 我們謝謝張醫師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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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